大家好,我是唐哥,欢迎收看本期主谈看点 本期将会和大家一起重温02年韩日世界杯8分之1决赛 东道主韩国对阵意大利的争议之战 本届世界杯首次在亚洲举办 也是首次由两个国家共同举办的世界杯 意大利在小组赛中一胜一平一负 以小组第二的成绩艰难晋级16强 淘汰赛中遇到了小组赛两胜一平的东道主韩国队 比赛开始之前大家都认为意大利将结束韩国队的奇迹表现 可是他们忽略了才怕 让我们回到那场比赛 大田世界杯竞技场 被韩国球迷包装成了红色的海洋 让人没想到的是 比赛刚刚开始三分钟 主才棒莫雷洛就以这样的方式 判给了韩国队一个点球 我们看他的表情 面对配鲁甲的民宿安真晃 当时确实还是小将的不逢 稳稳将球扑出 随后意大利凭借脚球机会 Valley投球破门 半场1比0领先 当这之后 意大利球员一次又一次的被韩国人侵犯 电视机前的亿万球印 却几乎听不到犯规哨响 当意大利的前锋 一次又一次的获得单刀良机 准备起脚射门时 裁判的哨响却及时响起 越位 越位 还真不越位 就是意大利本节是为了第四次 第四次跑球被推成越位 下半场比赛 荷兰名帅西丁克做出了赌博式换人 用三个前锋换下了三个后卫 最终薛奇雪在第88分钟打入一球 帮平的比分 将比赛拖入加斯赛 韩国在加斯赛中依旧不一余地的奔跑 再加上神秘黑人的暗中保护 将拖地护送下场 时后安真患在117分钟打入金球 终于击垮了老麦的意大利防线 最终 意大利1比2 遗憾出局 纵观本场比赛 韩国队利用裁判判罚 在比赛中多次获利 大家都有目共睹 但是意大利连迈的球员组合 也让体能问题暴露无一 整场比赛中 韩国队不遗余地的奔跑 拼抢让意大利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而维亚里在进球后也迷失了自我 不断地丢尸单刀 战送了好局 世界杯之后 安泽化立即被一甲球队 可以如甲紧约 从此意大利与韩国足球 几乎断绝一切往来 本场比赛 裁判员莫雷洛 也登上了世界杯历史上 十大黑哨绑手 眼带颇深的他 似乎视力不得好 这边对李天秀恶意 脚踢马尔地利 视而不见 回头又能火眼睛睛地看到 拖地是假摔 刚才一场四分钟 划着那个点头 是同样的脚踢 看拖地 面无表情 有趣的是 世界杯之后 他干脆辞去裁判职务 利用名人优势圈钱 甚至不介意去仇家 意大利那边 抛头路面 出席各种电视节目 人人喊打中 乐之鸡地 做他的过街老鼠 我只想说 从未见过有如此 浩颜无耻之恩 因韩国队 在本届世界杯中 多次受到裁判照顾 让强队 纷纷落马 02世界杯 也被评为最糟糕的 一届世界杯赛 值得一提的是 这届世界杯淘汰赛 被韩国黑掉了两个队 之后 在下两届世界杯上 先后夺冠 而06年意大利 在八分之决赛中 淘汰的正好是 希丁克执教的 澳大利亚队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 足堂看点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对本期节目 有任何看法 或者想回顾 哪场经典赛事 都可以在底部留言 告诉你堂哥哦 摸摸哒 我现在在这里说都可以 都是六个字 压屎啦 韩国佬 你听不到我再说 再听不到我再继续说 我说到你听到为止 压屎啦 韩国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